今年第10号台风山山正朝向日本来逼近 日本气象厅预测登陆前中心气压可能会达到历年最强等级 并且路径将会贯穿全日本 强劲的风雨甚至让日本气象厅接2022年的南马都台风之后 现在再度成立特定灾害对策本部 28号上午预告将会针对部分地区发布特别警报 本来以中度台风之姿登陆日本的山山台风 路径一再修改 跟今年前几位台风大前辈最大不同 正式预测他的路径将从九州登陆 一路往东北中冠日本列岛 我们的朋友们在南北中央西班上 上星期早上醒了一场超级台风 那是Shunshan It has intensified as expected right near the Amami Islands where it already has been bringing winds up in over 150km per hour Expecting to peak out about 185km so it could be a super typhoon 山山都还没登陆 风强雨大 日本西南部海岸边也激起好高的浪花 目前所知风力持续增强 也将从大豪雨状态进入超大豪雨 多条新干线已排定晚上停止 48小时内雨量累积超过300毫米 是2003年开始统计以来8月份的最大暴雨量 爱知县内甚至发生了山崩 有五位居民一度受困房屋内 目前还有三人失联 相关单位还在全力搜救中 目前台风仍然在日本西南部外海归宿移动中 这样的姗姗来迟不只造成日本近200个航班被迫取消 位于冲绳东北方的燕美大岛也因为补给困难 商品陆续出现缺货的现象 日本各地目前都忙着做防台准备 企乡厅表示预计29号山山将会从九州南部登陆 由于行进速度十分缓慢 对日本由南到北多数地区的影响时间及范围都将拉长及扩大 强度恐怕会成为登陆日本历年最强的台风之一 记者陈明俊黄一豪综合报导